意外事故令来看到在昨天深夜十二点左右 台七十四号快速道路朝马路段是发生了一起连环追撞的意外 一辆百万的电动车被后方的计程车撞上 接着电动车偏移再撞上另外一部自小客 在自小客撞上忽然最后才停下来 画面是相当惊悚 行车记录器见到旁边计程车突然窜出来 失控撞上百万电动车 电动车被撞后车身偏移 又撞上另一部自小客 现场烟尘四起 他应该很快 快到接近我的时候 他有偏转 偏转的时候撞到我这边 那我这边再撞到他那一台 那我的车再撞到我 撞到我 他就被这一台车要踏 撞上去看什么车车 电动车的车身板筋受损 遭波及自小客车 车头车身明显毁损 意外发生张下 撞击瞬间 力道相当大 自小客车后座女乘客 整个人贪飞 11号深夜台中74号快速道路朝马路段 发生一起三车连环追撞车祸 造成两名乘客受伤 初步排除驾驶酒驾 伤者也已经送医 至于车祸发生的原因 还有相关肇事责任厘清 都还有待警方进一步调查 禁止张立志台中报道